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新的工具 这个工具主要是可以移除视频当中的一个物体 就是可以追踪 视频当中你选中你想要去除的东西 然后点一下,它就可以选中 选中完之后就可以追踪接下来所有的动作 全部删除掉 那么这个工具还是比较有用的 大家看这个下面示例 这边示例没有 我看这边 这边有很多的示例 大家看比方说这个图 它是有两个人 然后它选中了左边这个人 那么它去除完毕之后 就是右边这个样子 这边人已经完全没有了 这个效果非常不错 还有很多下面这个例子 这边有个鸟 然后去除完了的话就没有了 这个工具在有特定需求的情况下 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这个下面还有很多的例子 这个我们就不去稀看了 反正它总的意思都一样 就选中物体 然后去除物体 好,我们看这个项目 那么今天的项目的话不是很大 7个多几 大家自己下 那么下完之后呢 我们点这个启动 好 这边稍等一下 这里面有些这个示例 第一个在这儿 这里面呢有些示例视频 待会我们拿它做实验 然后这个 然后这还有一些 然后大家如果自己测试的话 也可以使用一下这边这个视频 或者你自己有视频也可以 我们稍等一下啊 等一下这个时间 好,可以了 这边有个地址 点一下 那么这个使用界面呢 其实没什么太多可说的 我们待会儿一边做一边说 首先呢我们需要选一个视频 比如说这个 就这个吧 大家看一下 一个水果呢 在这个水里飘着 来为上下动 就这样一个视频 然后我们点这个按钮 它会选中这个视频的第一帧 因为我们需要在第一帧的标记这个物品 表示这个东西 好,我们点一下 好,大家看这样的话 这个物品就选中了 它这边两个选项 一个是标记 另一个其实应该是取消 但是这个 取消这个功能 我视力下它有点不太稳定 有时候可以取消 有时候不行 像这种就取消掉了 对吧 假如它再点 取消 它还是处于标记状态 所以这个功能不是很稳定 所以如果大家想取消的话 我们点这个就得了 这个按钮就彻底取消掉了 然后我们再来选中 好,假如说这个 还有一些边边角角的 我们可以再点一下 这边还有 这个网络点一下 这水果应该是全部选中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就直接点这个 它会选中这个物体 大家待会看看这个实际的效果 好,这边这个视频出来了 一个追踪结果 好,看一下 这样就代表我们刚才选中的这个物体 在所有的视频帧里面 已经全部被选中了 这个追踪结果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这个移除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它会把这个物体移除掉 这边这个呢是步骤 这个步骤是六步就行 这个大家不用改 稍等一下 等一下结果 好,大家看到这边最后一个视频出来了 呃,这一步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啊 因为它这个资源的占用比较高 最后这步的话可能得12G显存 但没有12G的话可能跑起来更费劲 然后我们看看结果 大家看这里面我们刚才选的那个水果已经消失掉了 非常不错啊 这个取出效果是很好的 好,我们再来换一个视频 找一个自己的视频来试一下 那么这边这个用哪个 这个试一下 然后这个我们直接选第一针 选中 这个基本上都选中啊 这还有一点点一下 好,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点这个 好,这边只能运行 稍等 然后看一下追踪结果 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追踪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非常的难美 好,我们来最后一步 然后给它去除 这一步需要时间稍微的长 好,我们最终结果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 这边这个人已经没了 我们来播放一下 人没了,对吧 我们只能看到地上这个影子在动 但是我们选中的主体已经没了 假如大家需要这个影子也消失的话 你就在上面自己选就行了 把这个影子也选中就行了 这里只是给大家做个演示 好,我们今天主要内容就这些 这个项目还是比较有用的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试一下 大家拜拜 好,我们先看这个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好,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